由日本有识知识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 4月20号在东京举行集会 要求日方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综合媒体报道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也是日本战败77周年 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杰侯在集会上说 日本发动清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 我们无法让无辜逝去的生命死而复生 但是可以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我们发起中国文物返还运动启动集会 希望通过返还文物实现历史和解 进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腾田高景指出 战后日本保守政权并没有认真反省侵略行为 也从未调查和公布从亚洲各地掠夺来的文物实际情况 据他介绍 日方从朝鲜半岛掠夺来的文物多达30万件 而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数量庞大无以计数 当天从日本各地赶来的100多名民众参加集会 多位学者就目前国际形势下 维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及返还文物运动的意义进行了专题演讲 与会人士认为 日方因正视历史 将使用武力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返还 我们下期视频做了1 感谢观看